今天你们看到标题就知道 今天我们要讲诸葛亮第七代工兵的事情了 但是在讲那件事情之前呢 我们又要讲一下克服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陆服 没错又是陆服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心愿之选 能够选择的统帅是真的很少 是少得很离谱的那一种 除了领袖统帅可以选择李顺臣 图拉针还有很多终胜之外 其他的并统统帅都只能选择到二代而已 跟我们国际服相比之下是真的差很多 就因为这件事情有玩家不满意 他们跑去跟克服投诉 那首先看到第一个克服的回复是说 其他以上线的统帅是没有异常的 其次是首次开放的活动 后续也是会慢慢有其他的统帅选择 问问题的玩家就不太满意的回答 他就说为什么国际服有这么多的统帅可以选择 而国服只有那几个统帅可以选择 国服的情况需要以国服为准 我不懂他这个国服的情况要以国服为准 是怎样的标准啊 很奇怪的回答 那就是启示中国咯 看来27服说你们没有说错 你看克服回答什么东西 这个什么鬼的 如果是我的克服这样子回答我 我肯定骂死他 他这个克服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 他还在那边嬉皮笑脸 他妈的我就去问你问题 你这样子嬉皮笑脸的回答我 我要你这个克服干嘛 问了等于没有问 接着另外一位玩家就去问了克服 我看到那个克服是一样的头像 有可能里面回答的人不一样而已 那他这里的回答是 久等了目前核实到的工程统帅存在问题 下一次领袖的时候 我们会补开一次领袖的心愿之选 到时候会有巴布尔 其他以上线的统帅是没有异常的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国服 也就是陆服是真的只有到第二代统帅而已 要等到后面 他们才会陆续开放 只是这一次因为工程统帅出现问题 所以才没有上八步而已 那原本官方这样子的回答 是已经可以确定了 他们是真的只有到第二代统帅而已 领袖统帅是稍微多一点 已经算是有回答到问题了 然而还有一个玩家跑去问克服 那这个克服你们应该也认识吧 就是那个给他忽悠走的 等那位事件主角之一 啊我们今天看他又在那边讲什么东西了 这里是骂关羽克服的一些对话啦 重点还在下面 关羽说晚上好小白兄弟 关羽从负责心愿之选的活动 同事那里打探到 等到大转盘上工兵武将的时候 心愿之选里的统帅就更多了 从拉米西斯到诸葛亮 包括拉米西斯 居鲁士大帝 吉尔加美省 巅峰布迪卡 还有诸葛亮 然后他后面还补一句 预计是五月中上旬 然后这位小白兄弟就说 诸葛亮 国父下次上诸葛亮了 这个消息还没有公布 把你讲肉嘴啦 确实官方还没有公布 最新第七代工兵上线的时间 不过在之前上海的线下见面会的时候 官方是讲是在三月 但是因为那个时期 刚好出现远程统帅 来不及出诸葛亮 就导致诸葛亮必须要延期了 原本官方的说法是 12月要出新的步兵统帅 然后工兵统帅要在三月出 又或者爆料的观众呢 有可能他自己听错 有可能他是讲三月要出远程统帅 他听诸葛亮出工兵统帅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四月了 三月都已经过去了 都已经出远程统帅 也就是说不可能在三月出工兵统帅 所以我们要预计时间了嘛 但是官方自己都讲漏嘴了 预计是五月中上旬 那等一下我们才推测那个时间了 那我们先看一下 诸葛亮可能是什么统帅 那我们这里看到拉梅西斯 还有基鲁斯大帝 吉尔加梅森 布迪卡 这几个统帅都是转盘统帅 那诸葛亮放在这里呢 也表示说有很大可能 诸葛亮也是转盘统帅 一般来说呢 转盘统帅大部分都是集结 或者是野障统帅居多 而且在转盘的统帅 一般不会差到哪里去 相反的最强执政官的统帅 大部分都是住房 或者是专门集结的统帅 所以各位有玩公兵的 又或者是有打算要去练 诸葛亮的可以考虑一下了 因为如果他是转盘统帅的话 正常来讲 拼命玩家应该也是可以用得上 现在大多数玩家都有里程规了嘛 可以拿来搭配里程规也说不定呢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那官方这里都已经爆料时间了 有点好笑 那他这里爆料时间 通常是讲国服那边的时间啦 那我们来猜一下国际服的时间 大概什么时候上线 久违的搬出我这张烂图片了啊 这个很久没有讲啊 因为官方之前都爆料 两次出现统帅的时间 所以这一次 我们又来推测时间了 不过由于上一次的统帅顺序有点乱啊 他是第六代的骑兵步兵工兵出完之后 直接到第七代的骑兵步兵 回去第六代的领袖 才回来现在的第七代工兵 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吧 原本第六代的工兵 是已经相隔98天才出第六代工兵 然后骑兵是相隔了98天才出第七代的骑兵 相隔84天出了第七代的步兵 又在相隔70天出领袖统帅 也就是原成统帅 那现在我们来推测时间了 我的右手边列表有写到70天 84天 98天 客服是已经给了方向是在5月中旬 就是说98天的我们可以移除掉不会在6月出现 现在我们要开始推测5月有什么活动的 一般来说新的统帅出现时间呢 就是在有活动的时候出现 5月的话就是有母亲节 并且在5月中或者是之前呢 通常都会出现一个活动 那有时候是家庭活动 有时候是母亲节活动 假设说官方要赶在4月的活动 我觉得已经是来不及了 一般来讲4月活动是复活节活动 现在已经4月3号了 官方还没有爆料统帅的一些技能消息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不太大可能是这个月 要等到下一个月 至于5月22号我觉得有点太迟了 所以最大可能是在5月8号左右 就会出现新的第七代公兵 也就是诸葛亮 再来我们要想一下之后会出现什么活动的 4月我讲过可能会出现复活节活动嘛 那时候我们已经看到有头像框了 不过官方在之前的洛杉矶线下见面会的时候 有讲到新的文明就是希腊文明 我看回了之前两年前的记录呢 维京文明跟埃及文明都是在5月出现的 也就是说假设官方他们不要出母亲节活动 又或者是家庭日活动的话 有很大可能被希腊文明的活动代替掉 所以大致上这两个月会出现的活动就只有这么多 假设说官方是想要复活节出的话 我觉得有点太快了 连爆料的来不及爆 等到5月的话有可能是通过新的文明一起推出 但是如果新的文明推出的话 也就是说官方间接性要推出4个统帅 同时推出4个统帅 像我之前的影片有提到的 两个新文明的统帅一金一只 还有两个第七代的工兵统帅 所以那个时期呢 要准备的精通应该会特别多 不过正常来说官方会错开时间才对啊 如果是一起推出的话 官方就会被骂了 同时间出这么多统帅哪里来的急决性 比方说违京文明出现的时间点是2021年5月26日 那时候是出到第五代的统帅 它是4月跟7月 所以是已经错开了时间 埃及文明则是在5月30日2022年 刚好是到第六代统帅 它是4月跟6月推出 所以根据官方克服的所发 新的文明呢 要就是在5月之前推出 不然就是5月之后才推出 或者是5月尾 推出新文明统帅之后呢 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出新的统帅 那比较多的玩家是担心 工兵出现的时间会不会太迟了 之后第八代骑兵出现 就会掉打新的第七代工兵了 我觉得不会这么快吧 因为官方他们都已经锁定了定位 要出工程统帅了 就说要出现新的骑兵统帅之前呢 也是有一个缓和期啊 应该不会这么快 就算出了 你们也是要接受啊 我们骑兵玩家也不是这样子 骑兵下一次就是步兵耶 你工兵还有机会卡着一个领袖 或者是工程统帅才等到新的骑兵 我们骑兵没有的选择 下一次就肯定是步兵了 步兵玩家也不是这样子 步兵玩家下一次就是工兵了 你们工兵已经算是很好了好不好 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你们对于诸葛亮的到来 岂不期待呢 你们觉得这个消息准不准确 官方克服能不能信呢 又或者关于为了要忽悠走这个玩家 而放出假消息呢 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